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对不起 刚才不应该动手 道歉就行了 道歉有用要警察干什么呀 表情话也没看过 你看他 徐奥 我们是真心来跟你认错的 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倒是想跟你吵着 你说罢言就罢言 什么后果都不管 你知不知道戏剧社因为你有多大的损失 我的台词一共就十句话 加一起都不到三百个字 放心 我爸也不是因为你侮辱我吗 我怎么侮辱你了 你别学狗喷人啊 从我入社以来 你就以以后能演戏为借口 让我干各种脏活累活 因为我是学妹 我觉得都没关系 我都做了 但是你在让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我安排各种丑觉 作为社长带头嘲笑我 用浮夸 自所多情 蠢 这样的形容词来羞辱我 不是吗 我可没有啊 你有证据吗 原来你这么怂啊 敢作不敢认 谁懂了 对 我就这么说怎么了 我是社长还是你学长 只要你在戏剧之中 不光是你 其他任何人我想怎么你还 就是怎么评价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不还说乖乖乖来道歉吗 还有你 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 现在就来讲道理了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 小红拳头解决问题 关键时刻有 你说我就说我 你说他干吗 他又不是西渔社的人 可以随地言语侮辱 侮辱 你自己说 我怎么侮辱你了 我想他每一句话 不都是大实话吗 你有本事用权 都没本事刚到底 转头就像他把狗一样来道歉 现在还躲你原神后面 你算不算有男人 我去你 我告诉你谁要你 刮好你自己的嘴 这个人只有我可以欺负 其他人 想都别想 想所有美好 好东西就是疯了 你们给我疯了 给我挡着 我们走